到底这个刀子是不是他买的还有歹徒的长相如何 目前这个台商还是没有清楚的说明 巴纽外交前客诈骗案 无私财遭到判刑也追回了一千两百多万的美金 不过另外一个外交前客金济酒逃到美国藏匿 我国政府也对此要展开采取行动了 上周跨海提告 让金济酒名下的财产先被扣押 这也是我国政府第一次在美国提出告诉 在美国透过电脑视讯对新加坡法庭应讯后 金济酒再也没有曝光过 不过在海外乐逍遥的好日子这下不长久 我国政府决定出拳一级跨海提告 第一次中华民国政府在美国采取第一个诉讼 最前大行动双步纵 首先早在八月 台湾政府已经向洛杉矶最高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承认新加坡政府对巴纽案的判决 第二步在11月22号 对金济酒以及他的家人正式提告 申请假扣押 因为我没有加坡 against金先生 所以追捕的钱 要归完到金先生 然后归完到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2008年 金济酒把市价190万的豪宅 以40万美金交易过户 让儿子女儿共同持有 去年金济酒又把名下另外一栋豪宅 以318万美金卖出 不管卖出或是过户 只要是金济酒名下财产 都必须清查资金来源正当性 民事提告没有办法把美国籍的金济酒引渡回台 但是八牛岸剩下1700多万的缺口 看这回能追回多少 不多少 中文新闻 李如韩子环 洛杉矶参谋报道